三无少女究竟是谁? 楚子航使用暴血的代价是死亡? 在昂热校长将康斯坦丁的古时平 送回卡塞尔学院一小时后 九德玛蚁等人便禁止闯入卡塞尔学院之中夺取古时平 学院为了阻止这些入侵者 于是便派最优秀的学生 把守前往瓦特阿尔海姆研究所的重要入口 楚子航在经过一番等待之后 终于见到了他的对手三无少女 那么这个三无少女究竟是谁呢? 实际上三无少女与九德玛蚁一行人 都是陆明泽的下属 三无少女并非是他本人的代号 而是九德玛蚁对林调侃而已 九德玛蚁觉得林迹没有身材 脸蛋也不是特别出众 而且对人也不是特别的热情 因此他才给了林一个三无少女的外号 但实际上他们的关系还算不错 林早在九德玛蚁加入陆明泽的队伍之前 他就已经跟着陆明泽了 林可以说是陆明泽最心爱的助理 他们二人曾经经历过生死的考验 但依然选择留在对方的身边 为了能让林变得更加强大 陆明泽特意用自己的鲜血帮助西里林 从而使其觉醒了血统 因此相较而言 林的实力要比九德玛蚁的实力更为强大 让他去对付实力更为强大的楚子航 实际上更为稳妥一些 毕竟楚子航可是拥有序列第89的火系 高威阎林军艳 仅凭九德玛蚁的阎林 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而林的阎林镜铜则是 能够复制其他人的阎林 正所谓只有魔法才能魔法 因此用镜铜复制的军艳 去对付楚子航的军艳 是压制楚子航的最好办法 不过楚子航身为师兴会的会长 自然不是好对付的 九德玛蚁甚至将其视为被圈养的野兽 足可见楚子航的战斗力有多强大 楚子航之所以能够拥有相当强大的战斗力 除了他优秀的身体素质以外 他还拥有着一种秘法暴血 这种秘法是通过弱化人类意志 使得龙族基因成为人体主导的手段 如此一来使用者的龙族血统将会瞬间提高 当混血中体内的龙族血统开始提升之后 体内的龙类基因也会开始活跃起来 混血中将会受到龙类基因的影响 从而显现出龙类的各种隐藏特征 在暴血达到极致之时 混血中甚至会开始融化 一旦暴血超越了极限 混血中将会永远地变成死世 暴血虽然会为混血中 在短暂时间内带来极其恐怖的战斗力 但是使用暴血同样也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副作用 前面所说的无法变回人类便是其中之一 而最严重的便是在使用暴血时 龙血同样会侵蚀自身 从而使得自身的寿命缩减 因此暴血永远都只会是在楚子杭拼命之时 才会使用的剂能 毕竟不停过度使用暴血 会缩减楚子杭自身的生命 在第二步之时 楚子杭也差点因暴血过度走向死亡 不过好在后来 楚子杭将夏弥的心脏捅破之后 夏弥的龙王之血为楚子杭进行了洗礼 这才让楚子杭这个血统很不稳定的混血中稳定下来 此后楚子杭再使用暴血 将不会和其他人一样再有以上的副作用 因此楚子杭使用暴血并没有任何代价